嗨,欢迎来到夜乐学频道,我是Ivan Chan 今天推荐一款新链油给各位的,叫做Meta City VR 看到这个项目游戏的名称,不难想象 Meta就是Metaverse元宇宙 VR就是Virtual Reality虚拟实境 所以这款链油是玩家最终可以利用虚拟实境的设备 来进入这个元宇宙的城市游玩并赚取收入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 这款游戏整个模型玩法 有点类似以前的经典游戏,Sim City模拟城市 如果你玩过这款经典游戏的话 相信你也会懂得玩这个Meta City炼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Meta City项目方有提供5个名额白名单给我 所以务必看完这个视频 我会在最后的影片结束之前 告诉你如何参与抽奖拿这个5个白名单的名额 那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 我们直接来看他们的白皮书 首先,Meta City是一款建立在币安智能链上的游戏 玩家可以在这个3D开放世界元宇宙的城市里 可以通过PVE和PVP的游戏模式来赚取游戏代币 要进入他们主要的城市生活游戏模式 玩家需要持有房地产NFT 然后选择不同的工作、任务或经营生意 开店来赚取多种不同的收入模式 甚至里面还能够让你创造自动收入 这听起来非常吸引人 因为很少链油有提供自动收入 待会后面我们再看看从哪方面可以获得自动收入 这3个模式我们往后也再讲解更多 他们的NFT有两种 第一种 房地产NFT 这个是最基本进入游戏的条件 玩家需要至少拥有一个房地产NFT 才能进入游戏和解锁一部分游戏的模式 房地产NFT共有6款不同款式供玩家选择 分别有studio工作室 apartment公寓 mansion豪宅 duplex富士房子 vira别墅和penhouse阁楼 每一款房地产的世界都相当吸引人 就如果现实生活中暂时无法购买到那么高档的物质 那么现在meta city入手自己的梦想之家也是一件乐事 难保以后就靠这个NFT帮你赚取更多的收入 那房地产NFT的掉入率分别为公寓38% 工作室24% 富士房子19% 别墅12% 阁楼5% 最难抽取的是豪宅只有3%而已 普遍上不管在现实生活或虚拟生活 还是会分区域 这也代表说不同的区域建造的房子物价也随之不同 所以玩家可以购买房子在郊区 掉入率为40% 公寓区26% 市中心23% 和主要街道11% 那meta city预计总发售8000个房地产NFT 而且销售将会分为4个阶段进行 每个阶段有2000个NFT带发售 要发售什么房地产和什么地区 或发售多少个房地产 各位伙伴可以看看这个图 如果大家要买到超稀有的豪宅地产 只能等到第三个阶段才能有机会购买到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售价 目前第一阶段 每个NFT定价是90美元 然后第二阶段150美元 第三阶段200美元 和第四个阶段是300美元 刚才我们在前面说到 要如何获得这种收入对吗 很简单 你只需持有房地产的NFT 然后代meta city从NFT交易市场里的 每一笔交易中 他们都会把销量10% 流向回给房地产NFT的持有者 但房地产NFT持有者所赚取的金额 还是取决于其NFT的价值 第二种是商业的NFT 而商业NFT 共有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能源商店 这种能源商店是让玩家 能够销售他们的游戏物品 然后这些物品是给其他玩家 补充能量点 能量商店可以选择餐厅 酒品店和酒吧 而这三家商店 每个有十家店有待出售 另外一个商店是面包店 但面包店只有六家共出售而已 第二个类型是定制商店 这类商店是允许玩家出售 不同的定制物品 来帮助其他玩家 定制他们想要的外观 这包括有四家理发店 三个加油站 两个纹身店 四个服装店 和一个洗吃店有待出售 第三个类型是活动场地 玩家可以在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 举办不同的活动 让其他玩家可以参与竞赛 互相竞争 活动包括有赛道 赌场 网球场 游泳池和拳击场 每个活动场地也只有一个数量 供出售而已 所以这些商业NFT是非常珍贵的 最后一种 第四个类型是情绪提升场所 这些场所是让其他玩家可以增加情绪的有趣活动 比如只有一个电影场所 两个健身房和一个设计范围场所 这里他们有一个免职声明 为了让玩家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 以上的有待出售的数量都会随时被更改 商业NFT会有两种收入 一种是被动收入 和房地产NFT一样 只要持有商店的NFT 反正当于MetaCity从NFT交易市场里的每一笔交易中 他们都会把销量10% 流向回给商店NFT的持有值 另外一种收入是销售收入 当你持有商店的NFT 有玩家向你购买的物品 你都可以从中获得这些销售收入 但销售收入将取决于玩家拥有的商店 以及他们所出售的物品 不过现在白鼻鼠里 暂时还没有看到商店的NFT售价 所以也无法计算从这个NFT能够赚取多少的收入 要购买商业NFT 可能到时候需要在他们的官网里 先注册你要购买的业务性质 然后再以拍卖的形式与其他玩家进行竞争 另外如果你有自己的真实和合法的商品 你都可以透过官网申请 然后在游戏中售卖 不过是什么商品可以售卖 目前也没有太多明细的资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城市生活里 有什么项目会出现的 在游戏内所使用的货币是Metacoins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他们的游戏币和他们的经济代币是不同的 Metacoins是因为和美元价值配对 而且它不是在区块链上交易 所以玩家接受或扩展游戏货币时 都无需支付任何的GasFeed Metacoins是可以在应用在游戏里购买任何的物品 包括汽车、爵士定制物品、服装和任何商店所购买的物品 另外玩家所完成的任务都是给予Metacoins作为奖励 下一个部分人物 所有的人物角色都是以默认外观开始的 当玩家可以改变人物造型 比如体型、肤色、性别、头发、面部特征和全套服装 在免费定制里玩家基本可以选择角色的性别、肤色和有限的定制项目 例如基本发型和基本服装 至于高级定制 玩家都可以从城市的周围商店购买高级定制项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任务 任务肯定也是可以让玩家赚取Metacoins的其中一种方式 在这一个图表里我们能看到有不同的任务 有些任务是需要用到名声数量才能参与任务 有些车无需任何的名声都能参与 比如我们看第一个任务送货司机 它是无需使用名声 每次要完成任务的时间平均都需要三个小时 而任务成功后会获得十个MC和十个名声 然后接下来的任务 包括有出自车司机、建筑功能、洗车工、待客司机和汽车修理工 这些都是无需名声都能参与任务 但接下来的任务就需要用到名声数量才能参与 比如我们看最后那个任务飞行员 需要用到的名声数量是一万个 完成任务的时间需要20个小时 在完成后就能获得收入有20个MC和任务名声获得200个数量 下一个收入类型 前面三个收入类型刚刚都已经讲了 最后这个是关于赌场收入 我看到这个有点惊讶 因为我们都知道赌博永远都是高风险的游戏 但同时也能够短时间让你赚取更多的钱 所以大家如果要玩赌场的模式来赚取收入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和人自己是否能够承担这些高风险的游戏 目前这里只能看到有桌面游戏 随机数游戏 老虎机和视频博客 有些游戏他们还是需要用到很高的名声数量才能参与 在看下一个之前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一个画像 Metal City每个人物其实都有三个数量条 包括有名声、能量和情绪 那名声这个部分 如果你拥有越高的名声 你就能参与更高酬劳的任务 这刚才我们在任务已经有提过 那目前只能通过任务来获得提高名声的数量 但当你在玩P2E的模式时 如果你不按时完成某任务 和不遵守任务设定的规则 那么你的名声就有可能会丢死 接下来能量条 能量主要是让玩家参与做任务 并且每个任务都需要扣除10个能量点 能量点对于任何一个玩家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能量点 你就无法完成任务 也无法玩游戏 如果真的没有了能量点 那么玩家只需把任务放在家里休息8个小时 这样能量值就会恢复到100个EP 或者玩家可以在一些商店里购买能量饮料或用餐 这样也可以恢复能量点 再来情绪条 每个角色的情绪是根据进行不同的活动而增加或减少 情绪会减少的话 那是因为在角色完成任务的时候 如果中间的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有趣的活动 那么情绪就会下降 那要提升为情绪的话 就需要带角色到刚才所提过的情绪场所或城市周围做不同的活动就能提升回 但目前这里没有明确说明 实际上情绪会给角色带来有什么帮助或不好的事项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部分活动 刚才我们在商业NFT部分已经提到的 那举办活动的话 你必须是活动场地的NFT持有人 每个活动优胜者都可以得到奖励和提升名声 目前活动可以举办的是有这五种的活动 然后网球和游泳竞标赛是属于小型活动 这次小型活动是可以每天都举办 全季竞标赛是可以每周举办 至于上一次竞标赛的活动是可以每月举办 还有游戏内市区部分 MetaCity会有两种类型市区 一种是非官方市区团队不认可的 和官方市区是官方认可的 那要获得官方的认可 就必须达到以下这四个条件 包括是你的市区必须足够大 要有良好的组织 在活动中有出色的表现 还有就是在城市内要有很好的名声 如果达到以上的条件 获得MetaCity团队的认可 那么就可以获得MetaCity Discord 官方服务器里的一个市区频道 而且会分配到部分领土 在获得市区区域后 市区玩家就可以开设自己的企业 或商店来销售市区产品 同时也可以创建市区活动 这样看来拥有一个公认的市区 也必定也能为市区 带来更多的收入给所有的市区玩家 接下来我们看看游戏模式 第一个首发版本PVE PVE版本将会开放给公众 然后会推出有6个无需声望的任务和4个商店 预计在今年4月就会上线 第二个测试版的PVP PVP将会开放让玩家互相对战 或可以一起在一些城市中闲框 并合作完成任务 然后也会开放剩余的任务和商店 预计在今年5月将会发布PVP版本 第三个就是虚拟实境版本上行 VR技术如果真的可以结合在游戏上 这一定会带来非凡的体验 也不止体验感提升 游戏内里的感官和触觉也能够让玩家更加身处力尽 所以当他们的VR版本发布后 玩家只需使用有这次VR功能的设备 就能与这个游戏进行交互 VR版本预计在今年夏季就会发布 再来就是他们的代币 目前Metacity的代币没有太多详细的资料 现在只能看到是说 在第一轮的预售代币是在币安智能链上启动 和只允许有白名单的才能购买 另外一轮的是私人销售 是开放给合作的广告商和创作内容者购买 目前他们的代币经济只能看到每笔交易买卖 项目方会抽取8%的税收 然后这8%会分别用家营销3% 游戏开发3%和有2%用家的流动性 最后一个部分是路线图 第一阶段已经完成 第二阶段主要会有两轮的NFT销售 第三阶段将会进行审计 私人销售和白名单预售 第四阶段是商店NFT第一轮销售 还有在PancakeSwap CoinGecko CMC上启动申请上币 之后的第五、六和七的阶段 都会准备上线游戏的模式 NFT交易市场和VR上线等 以上就是关于MetaCity VR的链油基本概念介绍 有兴趣跟进这个项目接下来的更新 可以关注他们的四交媒体账号 所有的链接我都已经放入在资料栏目里 那要参加今次的白名单抽奖 方式就是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里 留言写上我要参加Meta 和直接放上你们的钱包地址 记得需要直接放上你们的钱包地址 如果没有放上钱包地址的 一律都不能参加今次的抽奖名单 我会在抽奖的前一天 会给你们发一个抽奖的号码 到时抽奖结果的视频 我将会发布在娱乐学电报群里 所以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电报群 那今天的链有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是喜欢今天这支影片 希望可以给我点个赞 那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伙伴 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我会在每个星期不定时的上传关于 创业经营 网上使用工具 品牌故事 区块链游戏和一切有关 如何利用网络赚钱的影片 那感谢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